未买房男子找本地女孩假结婚 买房后女孩却提出一个离婚条件 另一起案件中 未给孩子上户口女子和姐夫假结婚 不料婚后姐夫翻脸 两起案件均为假结婚 却都难离婚 这背后究竟是假戏真做 还是另有隐情 无情的合法夫妻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8年6月的一个周末 南方某大城市的一个公园内 人山人海 期间有不少拍婚纱外景的新郎新娘 忽然人群中出现骚动 只见一位少妇 跟一位穿婚纱的新娘扭打在一起 旁边的新郎被两个小孩缠住了 孩子们嘴里不停地喊着爸爸 周围人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几分 想是第三者插足了别人的家庭 果不其然 只见少妇一个手揪住新娘的头发不放 一个手用力地殴打着新娘 嘴里还骂着 第三者不要脸 少妇骂不绝口 只听新娘大喊道 我不是第三者 我们有结婚证 有结婚证 那就是合法夫妻了 少妇为什么还要骂新娘是第三者呢 少妇随即窃及败坏地说 你们的结婚证是假的 我们是假离婚 新娘不甘示弱 又大喊道 离婚就是离婚 哪有什么假离婚 少妇顿时是哑口无言 气得一把将新娘的婚纱扯掉了大块 新娘险些走不光 排婚纱照的工作人员 赶忙上前劝说 可少妇呢 就是死死地拽着新娘的婚纱不松手 最后没办法 公园的保安打电话 叫了民警 在民警的一再劝说下 少妇这才松开了手 随后民警将相关的人员带回了派出所 经过询问 民警得知 打人的少妇名叫刘南 33岁 跟拍婚纱照的新郎本是夫妻 不久前刚离了婚 刘南口中的假离婚 指的就是两人的离婚 据刘南讲 两人的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事发时还住在一起 明明就是夫妻关系 既然刘南和宋涛感情稳定 那二人为何要离婚呢 这个被打女子声称 已经和宋涛领了结婚证 这又是怎么回事 宋涛和被打女子 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要了解内情啊 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刘南和丈夫宋涛是大学同学兼初恋 两人关系非常好 毕业后 刘南跟随宋涛回到北方老家县城工作 不久两个人就结了婚 先后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丈夫宋涛在一家电器公司逐步升任总工程师 半年前呢 收到了来自南方某大城市的工作邀请 工资待遇比现在要好得多 宋涛本不想去 可刘南呢 极力劝述丈夫 说大城市更有利于职业发展 而且教育条件好 可以让家里两个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随后呢 刘南辞去了工作 和两个孩子跟随丈夫 到南方大城市生活 他们呢 先是租房子住 一个月的房租三四千亿 刘南就想啊 一年的房租 可以买一两平米房子了 而且房价呀 又在不停地上涨 这让他有了 想在当地买房的打算 后来呢 他乡种了一套学区房 附近就有一所著名的小学 房价约两百万元 刘南很满意 家里的钱也正好啊 够交首付 他便想立马买下房子 没想到 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原来呀 在当地买房 并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还需要购房资格 而他和丈夫都不够资格 刘南未买房是一筹莫战 这时呢 瘦罗小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啊 让他跟丈夫宋涛假离婚 其中一个人呢 在找当地的人结婚 再婚的人呢 便有了购房资格 成功买房之后 再跟当地人离婚 然后夫妻俩再复婚 瘦罗小姐 还好心地推荐了一位当地人 29岁的女孩 王小彤 有购房资格 未婚 刘南联系到 有购房资格的王小彤 王小彤同意 跟刘南的丈夫宋涛假结婚 但是要收取6万元的好处费 刘南觉得 6万元相比于 每年上涨的房价要少得多 爽快地答应了 随后 宋涛 王小彤 和瘦罗小姐约定 宋涛 王小彤 办理了结婚手续后 就买房 宋涛 享有房屋 99%产权份额 王小彤 享有1%的产权份额 房子买好后 双方离婚 王小彤配合宋涛 从产权证上除名 事成后 宋涛付给王小彤 6万元的好处费 协商好后 刘南就火速地 跟丈夫宋涛 办理了离婚手续 紧接着呢 宋涛又跟王小彤 领了结婚证 并完成了房屋 购买手续 房子到手后 刘南心里的石头 总算是放下 于是刘南开始 天天催着宋涛 跟王小彤离婚 可不成想 让宋涛和王小彤 假结婚买房容易 离婚却难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房子到手后 王小彤就说 他独自居住的房子 近期要拆迁了 如果宋涛 不跟他离婚的话 可以多分得上百万元的 拆迁补偿款 到手后 两个人 一人一半 面对巨额拆迁补偿款 宋涛动了心 劝刘南说 反正两人住在一起 感情又好 结婚证对他们来说 不重要 晚点复婚 也没有什么关系 起初呢 刘南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渐渐地 他发觉 有些地方不对劲 自从买了房子后 宋涛下班回家的时间 是越来越晚 周末呢 还倡议各种理由外出 刘南疑心 丈夫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他质问丈夫 丈夫宋涛 总发誓说 自己呀什么事也没有 周末的这天上午 宋涛又说到公司加班 他刚出门不久 刘南就听见 丈夫的手机响了 丈夫宋涛竟忘带了手机 来电话的人是王小彤 刘南没多想就接听了电话 可不想电话刚接通 王小彤就甜甜地 喊了一声老公 接着就说自己 在某某公园等着宋涛 让宋涛赶快过去 刘南顿时惊呆了 王小彤竟然喊 自己的老公宋涛为老公 难道两人偷偷摸摸 在一起了吗 随后呢 刘南带着两个孩子 急匆匆地赶到了 王小彤所说的公园 然后就火急火燎地 到处寻找丈夫宋涛 和王小彤的身影 突然间 两个孩子 对着一位正拍婚纱照的新郎 大喊爸爸 刘南一看 丈夫宋涛 一身新郎状 正满脸堆笑着 揽着一位穿婚纱的新娘拍照呢 而那位新娘 正是王小彤 刘南顿时感觉 五雷轰定 看来 她和丈夫的假离婚 真的是弄假成真了 她恨王小彤 恨不得 手撕了她 接着 便发生了本案 开头的一幕 经过这件事后 刘南心里恨透了王小彤 但她更恨自己的丈夫宋涛 刘南一再骂宋涛 抛妻妻子 可对此 宋涛却直呼冤枉 称自己和王小彤 都是演戏给别人看的 这就奇怪了 难不成还有人 逼着宋涛和王小彤 好不成 据宋涛讲 王小彤曾告诉她 要想获得拆迁款 宋涛就得配合她演戏 在人前装作真夫妻 因为街道居委会的人 正在做人口调查 如果发现一次假结婚的 就不给补偿款 于是宋涛开始跟王小彤 经常见面 两个人常出没于 王小彤所居住的街道 不是逛街 就是吃饭 看电影 举止还假装得很亲密 俨然真夫妻般 宋涛一边跟王小彤 假装夫妻 一边却对妻子刘南 守口如瓶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呀 宋涛深知自己的妻子刘南 疑心重 此前呢 他跟一位女同事 联系的多了 刘南就怀疑两个人 有不正当的关系 后来还闹到了单位 这次要让他知道 自己经常跟王小彤 在人前假装夫妻 刘南肯定又胡思乱想 说不定啊 就把两人假结婚 骗补偿款的事啊 给搞黄了 事发当日 两人相约到公园 拍摄婚纱照 这呀 也是为了挂在 王小彤家里 骗别人的 不想 刘南却误以为真 打了王小彤 宋涛为王小彤教区 还担心啊 王小彤会因此 不分给他补偿款 可是 据民警了解 王小彤所在的街道 并没有要拆迁的动向 而即便是要拆迁 补偿款呢 也到不了王小彤的手里 因为啊 他所住的房子 是亲戚家的 他根本就没有所有权 也就是说 从始至终 王小彤都在拿 拆迁补偿款 来骗宋涛 得知实情后 宋涛是目瞪口态 他实在是想不通 王小彤到底想 从自己身上骗到什么呢 难道就是想找个人 陪他逛街 吃饭 看电影 王小彤和宋涛 假结婚后 却对宋涛暗生起诉 宋涛明确拒绝王小彤 王小彤恼羞成怒 提出离婚条件 宋涛认为 他和王小彤只是假结婚 王小彤无权分走一半财产 那么王小彤的要求 是否有法律依据 他们能顺利离婚吗 无情的合法夫妻 其实啊 王小彤想要的更多 王小彤快三十岁了 是本地人 自我感觉条件好 高不成 低不旧 一直没有嫁出去 刚开始 王小彤答应 跟宋涛假结婚 只是为了六万元的好收费 可不想 后来他竟喜欢上了宋涛 王小彤打定主意 不跟宋涛离婚 为拖住宋涛 给两个人时间 慢慢培养感情 他这才编造了 居住房屋要拆迁的谎言 后来 王小彤连拍婚纱照的点子 都用上了 可是宋涛虽然人钱 很配合他装亲密 可背着人 一直对他是客客气气 丝毫看不出 要跟他成为真夫妻的意思 得知了王小彤的想法后 宋涛觉得非常可笑 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和一对儿女 跟王小彤人钱装恩爱 只是为了获得补偿款 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从没想过 要跟王小彤假系真做 宋涛将自己真实的想法 明确告诉了王小彤 并向其提出离婚 没想到王小彤竟恼羞承诺 说宋涛伤害了自己的感情 除非宋涛将价值约 两百万元的房子 分给他一半 或者直接给他一百万元的赔偿 否则他坚决不离婚 王小彤提出的条件 让宋涛认为 王小彤是狮子大开口 于是宋涛向法院起诉离婚 宋涛认为 他和王小彤是假结婚 婚姻应该没有法律效力 两人若离婚 王小彤理应无权分割房产 那么两人的假结婚 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今天 要讲的法律点 假结婚的法律效力 首先假结婚假离婚 分两种情形 一种是依法办理的 结婚离婚手续 但双方心理上都没有结婚 离婚的想法 另一种是 没有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但通过谎言或伪造文件的方式 误导他人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 法律上不存在假的结婚或离婚 只要双方办理了相应的法律手续 夫妻关系及时宣告成立或解除 婚姻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就对双方产生效力 一方不得以假结婚或假离婚为由 要求撤销婚姻关系 或者恢复婚姻关系 当事人要承担 因为假结婚或假离婚 而产生的损失和风险 就第二种情况而言 如果一方伪造结婚离婚证件的 可能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将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如果以虚假的婚姻状况 获得利益的 对方有权要求赔偿 本案中 既然宋涛和王晓彤 履行了正常的结婚登记手续 婚姻关系有效 那么要离婚的两人 就必须对财产经营风格 可王晓彤张口就是一百万元 未免太多了 最终 经过法官调解 两人达成和解协议 协议约定 双方自愿离婚 宋涛给王晓彤 二十万元补偿款 王晓彤协助宋涛 办理房屋变更手续 自此 一起以买房为目的的 假结婚的婚姻纠换案 告了一段落 案件刚结束 宋涛和刘南就复婚了 两人随如愿在当地买了房 可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损失了二十万元不说 还差点让两人再难复婚 而事后 宋涛还因此事 被单位认为不诚信 直接将其开除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另一个案例 也是假结婚 最后男离婚 与上个案例不同的是 这个假结婚 是为了孩子上学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未给孩子办户口 女子找唐姐夫假结婚 唐姐大力支持 事成之后却变了卦 女子去找唐姐解释 唐姐却告诉女子背后的隐情 得知唐姐的计划后 女子悔不当初 可唐姐夫却表示 唐姐不复婚 就不跟女子离婚 女子该怎么办 这场假结婚的闹剧 会如何收场 无情的合法夫妻正在播出 张倩家住北方某县城 一年前她和丈夫离婚了 之后独自抚养十岁的儿子 她很想让儿子 到唐姐张肖民所在的大城市去读书 那儿不但教育条件好 要是能拥有本地户籍 将来考大学分数限还提 为了儿子的学业 张倩动起了歪脑筋 她听人说 找个当地人假结婚 就可以给儿子办个当地活口 只要结婚满三年就行 而唐姐的丈夫吴勇 正好是当地人 于是张倩只好厚着脸皮 向唐姐开了口 并许诺事成后 给她二十万元的报酬 张倩原以为唐姐会考虑几日 没晓到唐姐竟当即答应了下来 还说呀 离婚结婚就是办个手续的事 又不是真的 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 很快 唐姐张小敏 说服丈夫吴勇 办理了离婚手续 双方书面约定 孩子由唐姐抚养 吴勇每月支付两千元的抚养费 家里没有什么财产 只有一套贷款的房子 也给了唐姐 吴勇净身出户 但实际上两人还是住在一起 照常过日子 紧接着 张倩就跟唐姐夫吴勇领了结婚证 后来 张倩为了让儿子早点接受当地的教育 将儿子转学到了当地的某私利小学 将儿子转到城里读书后 张倩每次去城里探望儿子 都会到唐姐家去看看 唐姐夫妻俩都会很热情地招待他 然而不久 唐姐对张倩的态度来了个大转换 张倩不明白 唐姐为什么突然对他变脸了 后来他在跟唐姐夫吴勇的一次通话中才得知 原来竟是因为假结婚惹的火 因为张倩每次去唐姐家 吴勇都跟张倩聊得很投机 唐姐觉得两人有些暧昧 而恰好两人又领了结婚证 唐姐便认为两人是假戏真做了 任凭吴勇百万解释 唐姐就是不相信两个人是清白的 夫妻俩为此没少吵架 后来唐姐生气地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说要跟吴勇真离婚 张倩没有想到 自己假结婚会让两姐妹反目成仇 她去见唐姐试图解释误会 因为她跟吴勇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 可不想 唐姐竟告诉她说 她早就想跟吴勇离婚了 因为吴勇有酗酒赌博的恶性 并且醉酒后就会毒打唐姐 家里的积蓄都被输光了 唐姐一直没有跟吴勇谈离婚 是因为她没有工作 担心离婚后争取不到孩子抚养权 而张倩打电话说 想跟吴勇假结婚 正好给了唐姐离婚的好借口 为了尽早摆脱吴勇 唐姐开始三天两头跟吴勇吵架 而张倩也成了两人吵架的借口 唐姐还借此 假装赌气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房子也要卖掉 她心里早就打算好了 不再跟吴勇过了 张倩得知内情心里是五味杂陈 没想到假结婚 竟然让唐姐夫妻真离了婚 事后吴勇也得知了内情 他一再让张倩去说服唐姐张小敏 回心转意 将儿子带回去 还威胁张倩说 如果张小敏不回去 他将来就不跟张倩离婚 也不帮张倩的儿子签户口 还要张倩做他的老婆 说着还对张倩动手动脚 张倩再也不敢单独去找吴勇了 看到唐姐张小敏坚决的态度 张倩开始重新思考 他觉得吴勇不可能再帮自己的儿子办户口 既然这样还不如趁早离婚 可当张倩提出离婚时 吴勇却表示 只要张小敏不复婚 他就不会和张倩离婚 那么接下来张倩该怎么办呢 张倩没办法 只好向法院起诉离婚 张倩认为 他跟吴勇结婚后 并未真正生活在一起 两人没有夫妻感情 符合婚姻法中 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况 法院应准意离婚 那么张倩的说法 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呢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夫妻感情破裂的认定 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主要是从婚姻基础 婚后感情 离婚的原因 夫妻的关系和现状 以及有无和好的可能 等方面做综合的分析 我国婚姻法第32条规定 人民法院室内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 如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 应准意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调解无效的 应准意离婚 一 重婚 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 屡教不改的 四 因感情不合 分居满两年的 五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 破裂的情形 办案中 张倩与吴勇随系自愿结婚 但却是为了规避国家 有关户籍管理的规定 达到为孩子迁移户籍的目的 并非以感情为基础 这种婚姻关系 若继续维持 尤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最终 法院判决准与张倩和吴勇离婚 吴勇成了孤家寡人 张倩不但没能给孩子签成户口 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 两人都悔不当初 事后 唐姐坚决不再与吴勇 共同生活了 两人协商房子 将来给他们的儿子 观众朋友 两个案例都涉及到假结婚 第一个案例 宋涛为了买房 跟王小彤假结婚 不想买房后 王小彤却想弄假成真 愿望破灭后 又索要高额赔偿金 通过起诉 宋涛虽如愿离婚 却损失了二十万人 第二个案例 张倩为了给孩子办户口 跟唐姐夫假结婚 不想唐姐竟利用他 跟唐姐夫真离了婚 后来张倩想离婚 被唐姐夫拒绝 不得已诉诸法律 才得以离婚 结婚证 本是法律上的严正宣告 和有效保障 可现实中 却有人视其为牟利的工具 结果就算达到了目的 也难免经济损失 或是竹篮打出一场空 甚至还会让自己陷入困境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坛 如果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夫妻矛盾不断 丈夫竟怀疑孩子非亲生 一纸亲子鉴定揭开真相 妻子究竟隐瞒了什么 不可告人的经历 网上晒娃弄丢家 下期播出